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周末呢 如果他选不到的话呢 我还会给大家再做一期节目 那今天不可能就这样玩吧 那做什么呢 由于是我陷入了城市 城市想啊想啊想啊想 然后想到 我还有一双鞋子没有开箱 没有给你们做过上脚 就是这一双 这是什么鞋子呢 其实不是新鞋子啦 这一双是 Air Max E97 这一双有很多人叫他 叫灯芯荣哈 因为他的鞋面上面的材质呢 用的是灯芯荣 也因为呢 他的鞋底呢 用的是 Air Max 1 然后呢 在他的鞋面上面呢 用的是 Air Max 97 他另一个名字呢 就叫 Air Max 1 然后一个鞋杠97 这双鞋子其实已经出了有半年的时间啦 为什么今天才来做测评呢 很简单 因为第一 他太好看了 第二 到冬天了 这双鞋子呢 更适合在秋冬穿 因为他是灯芯荣 第三 这双鞋子呢 要出第二代了 第四 这双鞋子无论是收藏 自穿还是炒卖 都是非常值得 这双鞋子现在在二级市场卖的价格大概是4000块左右 那我现在手上面这一双呢 是43码的 我买回来的时候是3500块 买了大概有一个来月吧 那就已经剩了500块钱了 所以这双鞋子真的很值得用 说一下这双鞋子的来历 在鞋盒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的整一个名称写的是 Air Max E97 VFSW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他上面的VF是World for War的意思 也就是在上一年 Air Max Day当中 所进行的一个比赛 邀请很多球鞋圈子啊 艺术家来进行一个Air Max的设计 而这双鞋子脱颖而出 而后面的SW这一个缩写呢 也是这双鞋子的设计师 Sale Water Spawn他的缩写 那这位老兄是何许人也呢 其实他是在罗杉矶非常著名的一家 古着店 水货店Round 2的老板 他自己自称是一名的球鞋 知识百科全书 而且呢 他本人呢 非常的搞怪 也很喜欢很多复古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有这一双鞋出现了 用了非常复古的灯芯用的材质 然后呢 有很搞怪 很调皮的一些色彩 在上面很多颜色 比如说 墨绿色啦 天蓝色啦 紫色啦 粉红色啦 黄色啦 还有灰色啦 等等等等 而在他的鞋垫这里呢 你会看到非常好看的一些珊瑚用上面也有天蓝色 用了非常多调皮的颜色 而让我觉得更加神奇的是 这么多的颜色拼凑在一起 你不会觉得很突兀 而且这双鞋子真的是非常的好搭 你穿任何的裤 任何的颜色都能搭得非常的帅气 而且还有一点 我是真的很欣赏的 这双鞋子除了男女马的鞋之外呢 它还出了铜鞋 所以如果你是一位真的很爱球鞋的sneaker 你是一个sneakerhead的话 你也许会给你的老婆买一双 给自己买一双 然后给你的孩子再买一双 那我觉得很多喜欢球鞋人都会有这个想法 自己买了也 五张爪为自己的小孩子也买一双 什么叫五张爪呢 广东话五张爪是什么意思呢 关注我的账号 那节目的最后给你解释 广东话五张爪是什么意思 好了 那说了这么多这双鞋子的一些故事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双鞋子吧 其实在灯信用的这个材质上面呢 已经是非常的出彩了 因为在Nike的鞋子上中呢 你很少会看到他有用灯信用这个材质 那当然了也因为他的爸爸 这双鞋子的爸爸 他是一个很爱骨骤的一个人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一个灯信用的材质用在上面 而且灯信用的是一种在他看来非常华丽的材质 在以前只有皇室的人呢 是有资格用灯信用的 所以这个材料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随着你穿着这个鞋子呢 灯信用这个面料的颜色呢 会慢慢的褪色 会穿着出来自己的一个行走的习惯 比如说折斗的位置啦 平时磨损的位置啦 也就是说他会成为一双你自己独一无二的球鞋 那这双鞋子其实他配了很多不同颜色的鞋带 我们看到这里呢 他吊着一个白色的鞋带 而且呢 上面呢 有一个魔术贴 这个魔术贴呢 可以拆下来 然后呢 把这一个海浪的魔术贴换掉 换一个Nike Swoosh的魔术贴上去也是OK的 而且我们看到呢 在鞋盒这里呢 应该还有两副鞋带的 分别是 紫色 还有这个蓝色 我觉得还是黄色会比较好看啦 在第二代版本当中呢 我们看到现在 Share Water Spoon他的Instagram上面呢 有放出来一些的设计图 我们看到他整个鞋身呢 用的是蓝色啦 那他也透露呢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材质啦 比如说牛仔布啦 丹宁布的一些家乳啦 又或者说在颜色上面会改进 那也有一些球鞋达人 一些Instagram上面的大号呢 做出了一些猜测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专门做球鞋插画的一个号 给出来的一个猜测的图 会不会是这样呢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挺好看的 不过可以肯定一点的是 如果第二代出了 第一代会更加的珍贵 那这双鞋子其实最高的时候呢 卖过10万美金 将近10万美金的售价 没错 就在他的Sample在Ebay上面拍出的是 差不多有10万块美金的这个高价 所以到后面今年的3月份他补货的时候呢 价格呢也是非常的高 而现在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呢 英国那边呢也有一次补货 除了说鞋子之外呢 他还配套有一顶帽子 我个人是不太建议买那顶帽子的 因为平衍帽 不是每一个人戴的都那么好看 非常考验你的脸型 而且他那个色彩戴在头上面去的话呢 也真的不是那么好配搭 那其他的细节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鞋垫这里 我们把鞋垫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他整一个内容呢 我是很喜欢的 除了说鞋垫的 呃店面的位置 还有就是说穿进去的这一个啊 位置这里呢 我们看到全是用了珊瑚涌 鞋舌的内侧也是用了珊瑚涌的材质 鞋垫这里呢也是 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调皮的啊 一个笑脸 带带的嘴巴这边呢 换上了Nike Swoots的一个logo 所以从种种的这些细节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位设计师 这一位老板真的是非常调皮的一个人 那也正因为他这种童心 这种调皮 让我们这么爱这一双鞋子 最后的时间来解析一下 我刚才说的 是什么意思 其实粤语 经常会用来描述一些 不要太计较的情况 譬如说 你这个事情都做了90%了 那你就 把剩下的10%给做完了 你都买了自己的鞋子了 那你也 给你的孩子 给你的老婆 也买一双 让他们一起开心一下 享受一下家庭乐了 对不对 所以 也有叫大家不要太计较 不要太吝啬 的这一个意思 那最后的时间呢 我特意的穿了一条 灯兴勇的裤子 来搭配这一双灯兴勇的鞋子 喜欢我节目的话 记得关注我的账户 然后给我点赞收藏 投币转发一条楼 上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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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